球场内外人潮传动 这就是世界杯的味道 而今天这两支球队 将会上演他们在本次世界杯的首秀 EATV将在卢塞尔体育场持续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这场比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绝对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焦点对决 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每场比赛都万众瞩目 每场比赛都精彩分成 5-7 当时一脚远射偏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其实无可厚非 对的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今天这场比赛估计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孙兴明的身上 防守他的时候最不愿意面对的情况就是 有机会 依然是进攻方的机会 孙兴明 严峻里把这次打门轻松化解 角球开到进区里 这下投球顶得很漂亮啊 但是门将扑得更漂亮 这球被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 继续由他们发角球 打了个战术角球 这是孙兴明 看看穿球质量如何 警报解除了 唐苗 转中找队友 皮球的落点位置不远 警报还没有解除 把球铲出了边线 对方来发界外球 孙兴明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孙兴明 周梅远没有做出任何扑球动作 看着皮球出了底线 可能他根据皮球的飞行轨迹判断出 这球不在门框范围之内吧 如果这球进的话 那赛后 你想想 肯定被批评一番呢 玩火嘛 身边有队友在要球啊 看看怎么处理 比较高射炮 孙兴明 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 五球王拿球很稳啊 推进的速度也很快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直接来一脚 吴磊 船中失败了 被对方的后卫拦截了 主创伐没有吹这个球 比赛继续 这是一个成功的产球 骗得有点远啊 漂亮的拦截成功为球队夺得了球权 球权转换 一脚落射 他们先下一球 再看一次 这个精彩的进球 打得太漂亮了 发力非常充分 守门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比赛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武锡 这是王生超 武锡 掌声的球权又有了变化 王生超 拿球的是蒋光泰 直接把球铲断了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 球进了 高方的差距现在是两个球了 什么叫默契 这就叫默契 所谓球到人到 刚刚好 还没有越位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优质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这个球出界了 界外球 中国队这次选择了走边路 人和球都过去了 能打进这球 缩小分叉吗 是的 他做到了 他们的比赛 还没有结束 进球回放来了 被他在这种距离 拿到这个机会 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比赛重新开始 中国队看到了班平的曙光 我不得不说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这是孙星敏 一记滑踩 成功将球断下 比赛还在进行 有两分钟的上停不时 这球传得不错 看看他会做个选择 这是卢塞尔体育场进行的比赛 上半场比赛 正式结束 孙星敏 打门了 非常聪明的防守 有冰冰 在办事一比赛 继续中国队的有力球 落点不错 队友也到位了 转中被解围了 就被对方拦截了 这波进攻到此为止了 有机会展开反击 这是孙星敏 绝佳的机会 这个抢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孙星敏这个上半场 有点亚洲一哥的意思了 靠完了上半场 我想说他真的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攻击手 如果我是对方的防守队员的话 我现在肯定是一个头两个大 霸解了一次进区附近的攻门 孙星敏 孙星敏带球 冲向进区 刚刚才说这次进攻很有希望 没想到就被对手断走了 中国队进攻有力 孙星敏 这个拼抢很坚决 球控不住了 蒋光泰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浩俊敏 孙星敏 转球出现了失误 对方获得球权 球还在脚下 他的奔跑真是不知疲倦 还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把球拿到 穿过了对方的防守 孙星敏 真是一次救世主 举这很近 机会 好扑救啊 上边有人在热身 看来要坏人了 球开到了进区中间 这个投球啊 还是过不了他的失智关 我都以为这球要进了 看来还是低估了这位门将 不等球落地 直接打门 好的 他们把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球 我们通过回放 再来看一下 他们这次的角球进攻 他们的进攻端表现相当好 但是对方的防守啊 这次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五七一 拿球的是薄俊敏 杀到了对方半场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中路队友接到了这个横传球 但是对方也贴了上来 他能进一个就能进第二个 铁正如山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角高球越过防线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他们控制好节奏 耐心寻找防线的漏洞 很有大师的节奏嘛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他不但会套边还会内切 就是现在 还好这球挡下来了 滑闪将球断下 防守队员做得不错 紧紧到 他还在继续盘带 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 五球啊 打了一脚零空 差了一点点啊 雕下感觉 什么技术都还可以 可惜没进 可惜 他们队阵容做出了调整啊 李康仁 漂亮的穿越球 防守队员这个抢断的时机啊 把握的真的是很准啊 对方前锋的前场反抢啊 非常凶猛 他其实可以把球交给附近的队友了 柳彬彬 漂亮的抢断 就这样 球被他抢走了 长秒 常规时间 五分钟倒计时 把球撬给了对手 这是孙兴敏 在前场抢到了球 大好机会啊 好球 我们将这个铺就保住了他们的希望 希望还在 毕竟只落后一个球 但是要抓紧时间了 落点不好 被防守队员解围了 球进了 这是一个乌龙球啊 球迷们被这季 诡异的乌龙球给打懵了 咱们示意补失两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比分落后 看得出来他们在很努力的寻找机会 愿意尝试是好的 说明他们还没有放弃希望 漂亮的滑铲 成功地抢到了球权 全场比赛结束 很遗憾的是 中国队输掉了这场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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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